欢迎收看QQ2.0 我是高文英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肺癌 这是令人遗憾的故事 全台湾非常知名的炒饭店的老板 他肺癌 结果不到半年的时间走了 当时三月他住院检查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是做餐饮吸油烟 到现在又是个抽烟的瘾君子 后来八月初家属在脸书公告说 老板在八月一号过世 今天这个数字是下厨 不开抽油烟机 离癌的风险是8.3倍 还有今天这位名医 他是肺癌权威 一号难求 他说他看过太多的诊监个案了 就是没有症状 无症状竟然是第四期 不过现在有精准的手术 所以第四期是有机会开刀的 没有特殊症状的妈妈 没办法开刀 后来开刀切除了肺液 术后已经三年没有复发 群威间提醒说 要追踪跟遗传这件事情 因为门诊常常看到 家族很多人离癌 还也看过三姐妹 有两位都已经开过刀了 妹妹检查出肺结节 现在在追踪当中 知名中医师如何治疗肺癌 他会看舌相其中之一 到底什么舌相最危险 这个是紫舌 这个是波胎 这个叫花波蛇 他气虚不足 这个叫做镜面蛇 他是胃气将绝 救命的一集 锁定这一集 欢迎今天的来宾群 他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可能要回到那个 那个智慧眼镜的画面 不用说打开进去之后才知道 你们就可以事先规划 到时候要怎么做 因为大概知道他的深度在哪里 哇 怎么学相最危险 其实我们这个中医在看诊的时候 医生说望闻问怯 望诊其实第一个 我们说望而知之惠之神 白痴油泡 至少要半个钟头 他已经到200多了 现在已经超标到六倍了 今天讲的是肺癌 厨房的油烟是隐形杀手吗 非常遗憾的故事 全台十大炒饭之一 哇 他的炒饭是粒粒分明 祸气十足 而且不油腻 2022年底 蒙甲阿龙炒饭歇业了 47岁老板就是阿龙 三月住院检查确认肺癌 他自己的描述说 我年轻时我就是做餐饮 我吸油烟一直到现在 然后他是一个抽烟的瘾君子 他第一次化疗 从70公斤掉到52公斤 再来7月25号第二次化疗 8月初家属在脸书公告说 老板在8月1号过世了 苏青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其实不止阿龙老板 也有一些诊经个案是妈妈 妈妈她是不抽烟的 她也是罹患肺癌 所以下厨不开抽油烟机 罹患癌症的风险竟然是8.3倍 是过去大家都认为说 肺癌的风险因子抽烟 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可是有没有其他的风险因子呢 其实厨房油烟可能是其中之一 像这个50岁妈妈 她的案例非常的特别 因为她没有抽烟 却得到肺癌 就后来她的先生在没多久之后 也得到肺癌 而且她当时发现的比较晚就过世了 医生询问之后才发现说 他们两个遇到了黑心装潢 因为他们厨房虽然有油烟机对外的 看起来有油烟管 可是这个风管居然没有对外出口 所以他们说 他们当时就觉得很怪 明明煮菜的时候都有开抽油烟机 可是总觉得家里连客厅油烟味都浓浓的 老是散不掉 这么多年西夏才知道 原来自己的嘴巴鼻子居然就是抽油烟机 所以明明两个人没有一些任何的基因关系 因为是夫妻却先后都得到了肺癌 那这个一般人说那影响有多大呢 这是先前我们做的相关政府他们做的研究 他们就说如果你下厨不开油烟机的话 它离癌风险可以高达8.3倍 其中尤其是使用我们的传统炉火 可以发现它在炸鱼跟炒菜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PM2.5跟PM10 它远高于我们的空气平均标准 我们标准是35它可以到1200多 标准75的它也可以到400多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其实非常惊人 所以真的不要拿自己的鼻子当抽油烟机 一定要好好检查自己这个烹饪 有没有不良的烹饪的习惯 今天的权威是北戎胸腔外科主任 徐汉水徐主任 这是叫夺命的第一癌 主任您看过太多的诊间个案 是他没有症状 他无症状 他第四期了 54岁的妈妈 他就是第四期的肺癌 没有办法动刀 他使用第三代的标靶药物治疗 半年之后肺癌没有再扩散 肿瘤它就缩小了 开刀切除了肺炎 术后已经三年没有复发 所以为什么是无症状 而肺癌的高危险群有家族史 吸烟二手烟跟油烟的关系 这病人在外面的医院 那可以试试判断 他是第四期的病人 所以他没办法再开刀 所以就建议他吃标靶药 但是病人还是想要把肿瘤拿掉 后来跑来我们医院 那我们看他吃了六个月的 标靶药稳定 那都肿瘤也变小了 那而且其他地方也没有 其他的扩散 我们相信说这个标靶药 对这病人治疗是有效 所以治疗也稳定 所以我们在治疗六个月以后 我们就做一个肺炎的切除 所以今天主任告诉大家说 精准手术 第四期是有机会开刀 有机会哦 好 再来也就是说要追踪哦 因为提到了这个家族史 女性肺癌的发生率恐怕超车男性了 这张图是什么意思 还有这个诊监个案是 哇 三姐妹当中两个人都离癌开刀 现在妹妹又是费姐姐在追踪当中 对 是的 那我们这张图是我们台北荣总 根据台湾癌症的资料 我们来画出每一年台湾肺癌的罹患率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以男性的肺癌来说 它看起来有相对稳定 但是女性会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目前来说 肺癌的罹患率 大概男性跟女性已经将近一对一 就一比一 将近是一半 一半的肺癌 但是女性其实还在爬升 那我们到底为什么女性肺癌一直在爬升 目前其实还不到真的的原因 那我们过去的了解是 有人可能刚刚提到的这些吸烟 二手烟或是空气污染 那可能对于女性来说 它比较容易造成一些影响 我们现在也配合国健署在做癌塞 我们现在看到的塞出来的肺癌的病人 还是以女性居多 以女性居多 这个就是三姐妹就两个人就离癌就开刀了 所以你觉得说这个妹妹也要赶快去做检查 那他们都有检查 因为现在我们在门诊里面看到很多有家族史的病人 都会去做低剂量电脑断层 那目前国健署也有提供肺癌的加速史的病人 可以做免费的低剂量电脑断层的追踪 那包括高危险群包括抽烟的病人都可以到各个医院去参加这样子一个低剂量电脑断层的一个筛检 北戎引进最新的很像是钢铁人进开刀房 观众朋友 这个叫做MR混合实镜技术 我要先请主任来看一段画面 我有一段画面 我请主任来说明这个是什么意思 哇 好新哦 完全没看过 来主任 是我们从两年前就开行引进这个智慧眼镜 那智慧眼镜可以帮助医生在手术当中 可以更精准去参考病人的资料 那也可以用3D来重组 然后投射在病人的身上 那也可以做一个远距的教学 比如说这个画面 我们可以在开刀的时候 我们外面的医生可以来指导 我们手术的医生要从哪里来画伤口 那这个就是开刀过程中 我们可以一方面看着病人的资料 一方面手术当中 可以一方面操作手术 那3D的画面也可以让我们在 在不同的一个场景 我们可以来就这个3D的影像 来做一个讨论 来做一个远续的一个指导 观众朋友 费尽千辛万苦 我们特别制作了这一集 也就是说观众朋友 您看到的是史上头一遭 将会由医师戴上智慧眼镜 现场隔空会看到素卿姐的器官吗 我们当然先模拟一个病人的 一个3D的影像 3D的影像 素卿姐 有请 好那请您来做指示跟指挥 好 来 首先我们请素卿姐 躺在诊疗床上 那么医师她已经戴上智慧眼镜了 所以要示范的是双手 我刚刚是全台湾都会看到我的肺了吗 没有没有 是这样子吗 我们现在是假设一个 已经事先所组好的一个3D的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看到一个肿瘤 在我们的肺的中间 那可以看到那些动脉跟静脉 还有相关的气管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肿瘤在各个相关位置的一个解剖位置 那可以协助我们医师 大家来做一个讨论 那或者在开刀的部分 可以做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 所以你们真正在手术的当下 是这个投影是会投影在这个患者的身上吗 那只是给我们做一个投射定位的一个动作 对 所以所有的标记是标记在 比如说你们的电脑或你们的系统里面这样子 对 我们那个智慧眼镜未来也会有一个 可以用一个定位的方式 对 那如果像骨科或者神经外科 他们做会更精准 因为骨头是不会动的 对 所以他会更精准的知道 你开完刀以后的样子 或是开刀前的病灶 都可以做一个模拟 那就不用说打开进去之后才知道 你们就可以事先规划到时候要怎么做 因为大概知道它的深度在哪里 或形状什么 决定待会要怎么进去或切什么 对 我们开刀之前对于一些比较复杂 我们说比较复杂的手术 我们事前会做一个规划 那包括做一个3D重组 我们知道我们要切多少 那我们切多少的肺液 那病人会剩下多少的肺液 红色的就是那个肿瘤 它在肋骨旁边有长了一个肿瘤 那我们现在投资在病人身上 就可以看到大概大致上 它在病人的一个哪个位置 那绿色的部分就是气管 对 那白色就是当然是我们的舌跟肋骨一边 对 那我们投资上去以后 我们大概知道它的第几根肋骨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位置 可以做一个下刀 佛建克医师的诊监个案 不过就是下背痛 结果竟然是矮转移 到底怎么回事 60岁的爸爸 他是来看下背痛的 后来他半夜会痛醒 外观看起来很瘦 精神状态有一点患散 问诊说 近一年体重减轻10公斤了 插健保卡才发现 他有社库腺癌的病史 所以王医师 这个是关键点吗 对 这个病患非常特别 就是来看下背痛的患者非常多 我们每天都会看到 可能数十个 但是这位患者坐下来的时候 就明显看到 他这个身形非常非常的瘦 那时候其实坐下来 我就觉得有点特别 我就问了几句 他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会痛到醒来 而且非常的剧痛 就是很不舒服 疼痛的指数非常高 那我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最近体重有掉 我看他这个身形 我就这样问了一句 说对 医生你怎么知道 过去一年 我瘦了10公斤这么多 我就说 那你是特别减肥吗 因为有些人希望减重 来保持健康 他说没有 我就正常吃饭 可是体重就越来越轻 这时候我就知道不对了 所以我就插他的健保卡 去看他过去有什么疾病史 结果果不其然 就发现他在医学中心的 泌尿科门诊 有被下一个诊断 是恶性的色护腺肿瘤 那我就问这位先生说 先生您是不是有色护腺癌 他很特别 他说我没有 我去看泌尿科 他没有这样跟我说 可是我当时就知道不太对 因为说有癌症的患者 其实这个诊断 医师会下得很谨慎的 不会给他就是乱这样的诊断 那我就说 我请你还是回去 看你原本的医生 因为我怀疑你的下背痛 原因不单纯 果不其然 他过了几个礼拜 回来之后 他就拿了这样的报告 就看到医院替他做的检查上面 这个叫骨少苗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脊椎骨上 一点一点黑色的 那个都是癌症的转移 换句话说 他会疼痛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癌细胞 已经吃进了他的脊椎 他不是一般我们腹健科 看到的肌肉 骨骼的下背痛 他是癌症引起的 我就跟他说 不好意思啦 这个情况可能 腹健科对你的帮助有限 你可能必须要找的是肿瘤科 找的是密尿科 甚至找一个放射肿瘤科医师 来协助您的疼痛 那另外 有一些疼痛的状况 如果说伴随以下这种情况 请各位观众要特别小心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一个患者 他有下背痛 同时他年纪比较长 他有伴随一些莫名其妙的发烧 体重减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有体重减轻 而且是非刻意的减重 一定要注意 这可能要去查一下 是不是有背后另外的原因 那如果以下这些情况 请就诊 请医师替您判断 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病症 隐藏在您的灯状里 好 非常清楚救了这个爸爸一命 来 接下来是中医师如何治疗肺癌 有请陈朝宗院长 其实肺癌有四大的蛇像 到底哪一种蛇像是最危险的 有一个个案是高山祥岛 第一个他不抽烟 第二个他不煮饭 他只是咳嗽 结果咳嗽发现肺癌之后 半年他就过世了 这个是一个我父亲的老朋友 但实际上就是年龄就介于 我跟我父亲之间 就大概大我十岁 大概几年前 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也很震惊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高山祥岛 而且在税务计划工作 也不进厨房做菜 但是他的人也很乐观 因为每次我们去高山带队 祥岛的时候 他自己还带Keyboard 还为自己自谈自杖 很乐观 个性很好 还可以当那个 那个价子 可以当主持 所以这个个性很好 但是他得到了一个 肺癌以后三个月到四个月 人就拜拜了 可能有些人 他有些遗传基因所引起的 所以我们不只是说 他的一个生活环境 包括他的一个 遗传基因的部分 可能我们都要特别的小心 今天在看这个肺癌的四大蛇像 哇 什么蛇像最危险啊 第一个他会出现的什么 紫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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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这个出现的紫蛇 就是我们 他是紫色的意思 对对 其实我们的蛇 他应该是叫做薄白胎 这个蛇肉是淡粉红色的 淡粉红色的 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蛇 那这个紫蛇的话 就舌头的颜色 他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紫色的 就全面都紫色 对 全面都紫色 那当然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身体有一些发炎反应 有一些癌症的反应 他就会进到这个所谓的 菠胎蛇 身体邪症 邪气跟我们的正气 在相作战打仗的时候 就会出现的这种 很厚力的 这个在剥落了 对 剥落 因为这蛇 它本来是一个厚力的 但是中间的剥落 就是这个菠胎蛇 那这种情况 就是一个正在发展的一个过程 但是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 体力不行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了花菠蛇 气虚不足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点像地图蛇 但是它又不像地图 地图蛇是一个圆形圆形的一个地区 但是花菠蛇 它就是一个规则 一块一块这样 对 到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出现镜面 蛇胎都不见了 舌头的光亮亮亮 像一面镜子 我们叫做镜面 使得是未去将结的一个形 周医师望闻问切 朱大侠是每天都进厨房的 朱大侠的舌头 基本上还是正常的舌头 所以它基本上 可能舌头要再伸出一点 对 因为它这个舌头 基本上是正常的颜色 但是舌胎要薄白 而且有点滋润 太过于干燥了 太过于干燥 可能胃火 生活比较旺 晚上早点睡觉就好了 多吃点 因为它要炎斑菜单 对 它在熬夜 清热解毒的 不过基本上还算是健康 但是就是说 你要睡眠充足 症状就改善 好 今天是中医的辩证 辅助治疗 帮助严密 所以有三道 今天请院长提供 这个致癌的方子 我们有请院长来说明 这个配方就是说 当我们身体有一个高危险情信号的时候 比如说可能我们这个高山向导 对 这个情况它有这种高危险情信号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要用补肺防癌汤 白花蛇蛇草是长什么样 白花蛇蛇草 就是这个 因为常常听到白花蛇蛇草 其实我们在中药里面就是白花蛇蛇草 半支连是一个最常用的 那另外就是像一个鱼腥草 株灵 这个是株灵 我手上这个是株灵 株灵 它是一种 也是一种聚訓类的 跟符灵一样的 很多 会来我们都会用高解析度 低辐射的电脑断纸 去造 出现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赶快就要用 所谓的养肺抗癌糖 这里面有南沙生 北沙生 这个主要是沙生 这个是 还是补养 对 所以这里还有 沙生 还有麦门冬 天冬 麦门冬 鱼腥草 还有这个 这些等等的药材 那如果是 到了进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就会有去脂血液的情形 而且可能有转移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 消育抗癌 那消育抗癌 里面主要就是有一个叫做牡蠣壳 这个是牡蠣壳 真的这个是牡蠣壳 对 但是这个牡蠣 它是中药材 一般我们这个去海产店 不一样 烤的牡蠣不太一样 不一样 这个是消育抗癌方 官员朋友可以拿相机拍下来 这是陈院长所提供的 陈院长是祖传三代的中医师 我知道爷爷 爷爷有一个封号叫金刚仙 是什么念 金刚仙 不是啦 叫做金刚仙 金刚仙 其实我家很有趣 我的伯父 伯父 我说 但去吃 但去吃 但是他的弟弟叫做成金刚 名字落差好大 金刚仙 但是我们是三代祖传中医 所以当然有些名号以后 那爸爸叫什么 金刚仙 金刚 但金刚 金刚仙 我爸爸叫做阿红塞 阿红塞 在我们行业里面都会叫 那您叫 我叫小陈 我叫陈医师 所以这个是三代中医师祖传 三代 叫做银耳红枣莲子汤 就是清肺排毒的 就是这一道 对 银耳在拿到的时候 一定要泡一下 一定要泡一下 那泡一下的时候 当然我们颜色 过去我们银耳的都会 用那个什么流勋的话 那就会变成黄色 那现在呢 大家都注重 这个食品的安全 钥匙的功 所以现在中药在熏流 或者蝗虫方面 基本上都做得很好 那我们在银耳在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要把它剪细一点 剪细一点 为什么要剪细一点 因为在我们熬煮的时候 它的胶原蛋白 它的胶原才会出来 它的果胶才会出来 但吃起来口感是比较 比较绵绵滑顺的 一朵一朵剪出来 就是这一碗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把它煮好了 那在我们在做这个银耳汤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 你这个莲子 对 要是先熬 当然我因为 我是时间的关系 那事先熬 但是这个莲子 有的人是喜欢比较脆口 那就不要熬那么久 观众朋友 我们的家事达员 陈一如老师 他已经在摄影棚煎什么 五花肉了 对啊 大家都最爱的 已经开始在煎了 因为等一下要来实测 这个PM2.5到底数字多少 不过要请教素清姐 PM2.5是可怕的 它跟这个糖尿病之间的关系又是 是 当我们在旁边闻到这个香喷喷的味道的时候 其实有可能PM2.5或PM10 就随着这些烟雾来到你的鼻子 甚至顺着鼻子进入到你的肺部 那一般人想说 那PM2.5为什么可怕呢 只跟肺癌有关吗 并不是的 因为过去的研究发现说 事实上呢 PM2.5还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因为你想它顺着我们肺炮 它会进到我们血液里面 进到我们血液里面 会引发相关的发炎反应 所以他们发现 第一个不只是我们的糖尿病 甚至有些人发现说 连心血管疾病都会变增加 之前曾经台大臺有研究 他们就发现 在PM2.5或者空气 空污比较严重的地区 去做他们颈动脉的厚度的检查 就会发现相对是比较厚 就是他们的心血管风险是高的 所以如果大家家里有这种 气喘相关的族群 直接就会受到影响 可是之外 第二型糖尿病患者 老人小孩 或者这些心血管高风险族群 都不要觉得香喷喷好棒 因为这香喷喷 带来的是另外一种健康危机 可是真的五花肉好香 好香 我在这里闻了都觉得好饿 老师 我们来测一下吧 你手上有这个空气检测 可以给大家看这种检测仪 现在的数字是这样 厨房吸的油烟 而且离五花肉这么近 真的好香 真的 真的好香 我看到那个号码 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已经在飙了 最下面的已经到500 0.069 所以这个就是吸出的油烟味 你看它一直在往上飘 菁姐它数值超飙多少 它数值已经超飙了 因为可以看到PM2.5的部分 我们刚刚如果你回到前衣会发现 它在标准应该是到25左右 所以短短的几分钟 它已经超飙3倍了 何况你可能长时间一直在那边 因为如果拼到油烟了 至少要半个钟头 它现在已经超飙到6倍了 为什么还有甲犬也出来 这时候就让我怀疑这块猪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一锅具吗 有可能是锅具 因为之前曾经有人说 早年那种我们的不粘锅 它如果用了比较不好的这些合成 包括铁浮容或干嘛 在高温空烧的状况下 甚至它也会散发出 相关的这些致癌物 这个是要降PM2.5 林杰良医师传授 抽油烟机有三个要点 是 对 已经到999了 天啊 是很可怕 飙成这样子 是 所以不要让自己的鼻子跟嘴巴 当抽油烟机 林杰良医师有分享几个重点 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 锅盖跟抽油烟机的距离不能太高 尤其很多人现在喜欢用开放式厨房 要用中岛 结果发现中岛油烟机那么高 结局就是你的鼻子都在上抽油烟机 所以不要超过70公分 第二件事情 排油烟管不能太长 大家看一下什么叫排油烟管不能太长 从你的修油烟机一直到它排出去 如果你要绕八圈 或者是超过5公尺 那表示你吸出去油烟 可能还会再溢上回来 对 所以不能超过5公尺 然后转弯不要超过3处 那第三个真的不要节俭 有些人是等到已经油出出来 才想到我没开抽油烟机 应该在你烹调之前就可以先开了 然后烹调结束之后 继续让它转5到10分钟 确保这些油烟不会飘散到其他地方去 最重要是油网也要常常洗 很多人家的油网都已经减脱了 油烟根本进不去 当然就往外溢散 所以这些方法大家掌握到 不要让自己的鼻子当抽油烟机 其实这个油网如果脏的话 我们其实它第一它就影响它的吸力 那吸力不好的话 其实就很容易油烟就会在我们的环境里头 那油网其实有两层 通常大家的家里会有像这个金属的 然后有些里面还在放 还有一层是抛弃式的 抛弃式那一个其实很多厂商是会像 免费更换或者是可以买的 那个就建议大家换的频率可以高一点 那像这个因为它是要清洗的 我会建议大家比较轻松的一个清洗法 叫做是浸泡 浸泡 所以浸泡在里面了 浸泡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温水 那温水的温度 其实就是我们水龙头开了以后的最高温 这样就好 不用用到滚水 因为我们还要加一点点清洁剂 所以也不是建议用滚烫的水 因为怕清洁剂跟高温会产生一些作用 那会建议大家就是用一个厚塑胶带 是因为如果我们直接泡在桶子或水槽 脏了要洗也很麻烦 就这样泡着 那泡的好处 第一个水温也可以溶油 然后浸泡了以后污垢会变软 很容易刷得起来 加上我们有加清洁剂 所以它其实很快就可以把污垢给分解掉 那也可以减少比较像 因为我们过去常使用喷清洁剂 那喷的话它有时候是会挥发 所以有些人会说 甚至连喷清洁剂的时候 家里空气品质都不好 这是主要原因 所以尽量就是让它是用比较浸泡 然后量少的清洁剂的状况下注 那泡完以后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污垢其实都变得比较像 像我显然在手摸的地方 它都这样软软的了 开始脱落了 对 其实很容易就刷得起来 然后只要准备像这种牙刷 轻轻刷 它其实都可以刷得掉 然后如果在家里的话 其实就当然就是搭配个 比如说水龙头的温水 其实冲 你看其实这样就下来了 就不用用到很多清洁剂 也不用用一些很粗糙的 菜瓜布这样拼命刷 聪明清洁法 清楚明白 谢谢老师 我就发现你看 它那个刺针下去的地方 旁边都会结冰的 霍气十足的 对 你看我们现在 霍气十足的炒饭就好了 观众朋友 这个是终极武器 也就是说 刀铃很难动刀 最新叫做冷冻为真治疗 它是用冰球冻死肿瘤的 所以医疗团队已经进驻摄影棚了 主任我们来看这个案 73岁的爸爸 肾脏癌扩到肺部了 他开刀很多次了 所以他敢用冷冻治疗 不必再切肺液 治疗八个月之后肿瘤消失 这个是他的图片 到底什么是冷冻为真治疗 是的 这个病人是一个73岁男性 是一个肾脏癌的病人 在这次之前 已经被我们开刀制造五次了 右边已经开了三次 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 他在肺在开刀的话 会损失太多的肺液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建议 他做这个冷冻的治疗 那冷冻治疗 就刚待会儿会看到一个示范 我们会用针 要进入一个电脑断层的 一个引导 那我们会扎针到 这个肿瘤的附近 那有时候会扎一根或两根针 那去冷冻相关的一个肿瘤 那肿瘤 当场做完以后 它会肿起来 就有点冷冻的一个效果 那经过两个月以后 它做了一个电脑断层 它看起来是有点发炎 肿大的一个效果 但是经过了八个月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肿瘤已经完全消失 完全消失 对 追踪到现在已经超过两 应该三年了 它现在还是没有复发 这肿瘤还是没有复发 我们近距离来做现场的示范 邀请主任了 这里面看到有两颗 观众朋友 这里面两颗是葡萄干 所以葡萄干的意思代表的是 肿瘤 根据我们所定位的地方 我们会扎入这根针 对 那会算好它的距离 它要说多深的一个距离 中间的温度会到-40度 里面 对 在这个肩针头部分 它作用只有在前面那个尖端 等待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先请教肃清姐 有许多名人是罹患肺腺癌 有这样的个案的 对 我们会发现说近年 越来越多名人罹患肺腺癌 而且性别 年龄真的区间非常大 比如说高龄者 如我们的资政雇宽敏先生 他97岁辞世 俱孙他生前也是身受肺腺癌所苦 那另外两个女性 真的值得大家注意 就是我们淡如姐 跟我们陈文倩女士 她们其实都是因为有家族史 然后有这个警觉性 所以发现了早期或者是节节 那以淡如姐来讲 她因为她的妈妈呢 当时发现的时候 是已经四期肺腺腺癌 那一知道说 妈妈的姐妹 好像也都是肺癌离世 所以医生赶忙 马上跟她说你去检查 所以她那个时候检查 大家想说二十几颗 大家想说二十几颗应该很好奇 没有 她发现出来的二十几颗 都是很小颗的 0.5 很几 很小很小的肺节节 所以就是持续观察就可以 可是呢 陈文倩女士就没有那么的幸运 是只是节节而已 她也是有家族史 那她当时是怎么意外发现 初期的肺腺癌呢 她说因为觉得 好像那一段时间 觉得自己很容易喘 然后呼吸觉得有点困难 然后去找医生 那其实老实说 多数肺癌是没什么症状 尤其是早期 但是她因为有症状 意外发现她有早期的肺腺癌 所以她有一段时间 就请家去做了手术 但她做的是开刀 不像我们这个针对 开刀很多次 或年龄很大的 可能就是用这种冷冻治疗 我就发现你看 她那个刺针下去的地方 旁边都结冰了 解冻以后 你再造一个电脑断层 她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 一个被冻伤的一个组织 对 那肿瘤也在里面 对 然后等到一段时间 做电脑断层追踪 那个肿大部分 会越来越消 所以这个成功个案 就是73岁的爸爸 他透过这个治疗 治疗8个月之后 肿瘤消失 好 马上再加码 请问陈英如老师 气炸锅怎么清洗 来 其实气炸锅脏的地方是 就是上面那边 因为我们油都往上喷 然后所以要清的时候 第一个把它倒过来 所以这个像吻香的 那个加热的 就在 这个可以比较容易看得到 那我们清主要是 这些脏污 但是建议大家 因为下面是 它的加热跟风扇 所以不要让一些 清洁剂滴进去 所以我们可以用厨房纸巾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 就先把它遮住 让它挡住 以免清洁剂跑进去 然后因为它的油垢 都比较成年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个 方法叫做面膜法 面膜法其实就是把 清洁剂先喷在厨房纸巾上面 然后再贴附在我们有油的地方 因为它其实需要一点时间作用 所以我们就把它这样贴上去 这个时候马上最新的电视墙 有请朱大侠 今天要教两道好棒 叫做秋天养肺的好食材 今天我们是讲那个很厉害的炒饭 所以你今天讲说洋葱鲑鱼南瓜炒饭 这个能够炒得粒粒分明 可以其实有时候炒饭了 有时候妈妈我们先爆鸡蛋爆一爆 其实它有的时候我们的锅具也有关系 粒粒分明 其实我教大家一个黄金炒饭的方法 我们这边是一颗的全蛋跟一颗的蛋黄 我们就先把它放到饭里面 我们先把它搅散 很多人都说用隔夜饭 其实你现煮的饭也可以 为什么要隔夜饭 因为隔夜饭的水分 它会被冰箱抽干 所以很多人说会用隔夜饭 其实如果我们要直接用煮饭来炒的话 其实我们就1比0.9的水 1比0.9的水 那我们现在把蛋跟饭混合之后 我们就先放着不理它 那我们会先在锅中 我们先把我们的鲑鱼 鲑鱼不用太多 我们先把我们的鲑鱼炒熟 然后等一下再放入我们的南瓜 因为其实鱼油对身体是非常的好 那我们的鱼也有油 所以我们就不要太多的油 我们先把鱼炒一下 那等一下差不多的时候 大概我们七八分钟 我们就可以放入我们的南瓜丁 然后稍微把它炒一下 有鲑鱼有南瓜 这个一定要请教这个食疗专家 陈朝宗院长 你对你懂得吃了 尤其又有鲑鱼南瓜多好食材 其实我们鲑鱼南瓜 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常吃的 那有些有些Omega3 烹调过程里面的 我们一般都不会太过于熟化 熟化以后它一些直化素 这个会加好掉 对 因为你看现在 朱大侠你的鲑鱼已经好快 对 我们的非常快 所以我们就等一下 我们就这样就可以 因为我们等一下在炒饭的过程 我们的鱼还是会熟化 好 我们现在就先这样子 把它翻均匀 这个架式 对 我们先把我们的 来料先把它放出来 放一点点的橄榄油 来 我们接着呢 就放入我们的洋葱 洋葱 对 放入我们的洋葱 稍微把它炒香一下 好 我们就不用过度的炒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等一下在炒饭的过程 它其实还是会变得更香 好 我们就这样子 加入我们刚好拌 拌过鸡蛋的饭 我们把它全部下来 所以关键是已经 加入鸡蛋 泛泛了 对 好 我们就这样子 好棒 然后我们现在在炒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一样 稍微把我们有 比较一颗一颗的饭 我们就稍微把它搅开 那慢慢的炒 所以这个炒饭 炒到粒粒分明的诀窍是在 因为我们会先把蛋包覆住 那蛋的话会熟化 它就不会让饭太湿 对 它就不会让饭太湿 那有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饭很湿 我就建议我们先把火 调小一点点 先把饭的外层 先把它炒干一点 它也可以粒粒分明 是 那我们现在 有时候在炒的时候 我们就稍微这样压一压 稍微转一转 压一压 稍微转一转 然后稍微抛个锅 把下面的把它炒起来 那我们这样子的炒法呢 其实我们就不太会看得到 一片一片的蛋 那这个就是我们 常常说的黄金炒饭 我们就把它抛一抛 对 然后再把它稍微压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鲑鱼 跟我们的南瓜放进来 所以你的炒饭 真的就是像十大名店 真的有那个祸气十足的感觉 是 那我们再把我们的 炭锅的毛豆仁放进来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 把我们的食材混合均匀 但家庭主妇跟妈妈 要做到像你这样子 有点困难 会不会 其实如果我们 因为通常家里是圆的锅子 圆的锅子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放斜一点 然后我们就这样拌拌拌 它还是可以很松很松 对 那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你看我们的饭 其实它是一粒一粒的 对 粒粒半粒出来了 我们如果再炒干一点的话 它会更松更分明 好 那我们这时候呢 就下一点点的盐巴就好了 不要下太多的调一点 一粒一粒的盐巴 是 我们下一点点的盐巴 那如果有喜欢吃胡椒 也可以下一点 没有关系 好 我们这时候就把它泡锅 泡一泡 好 我们要稍微炒干一点 是 炒干一点的时候 我们的饭就会很漂亮 过气十足的 对 你看我们现在 过气十足的炒饭就好了 这就是黄金炒饭 我们就看不到我们一般的 就是有蛋花的那个样子 对 它这个美感是不是说 比如说一颗全蛋跟一颗蛋黄 这样加一样 对 我们就是看比例 但如果说我们的蛋太多的话 它就会稍微濕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加一点点的 蛋黄就会很漂亮 太棒 本来都是美感的在这里 就是我们的黄金炒饭就好了 今天陈运长有提到川贝 所以今天朱大侠要教的是 莲藕川贝 是 炖 软排 软排是什么 其实软排就是我们的排骨 我们为什么用软排 因为有的时候用那种三角软排 这是我们的软骨排 那有时候有的年轻人 还是什么 他喜欢吃那个软骨 我们炖久一点 其实软骨都可以吃的 那我们这里面就放了什么 莲藕 好棒 对 那我们有时候 如果你想要一点海味 可以放一点螺片 还是放一点我们的小的干贝 那像我们这个里面 一颗一颗白白的这个 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川贝 白白的就是川贝 这个白白的就是我们的川贝 我稍微把它拿到旁边 对 川贝 像我们现在这个白白的一颗一颗的这个 我们全部都是川贝 对 我们只要把排骨先烫过 然后把我们的食材全部放到里面 我们先去炖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出来 最后我们再放一点点的盐巴 或香油 胡椒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的盐就不要太早下 太早下肉其实容易硬 它不会软 对 我们吃到排骨如果是硬的肉 它盐太早下了 所以我们就最后再下一点点味道 好棒喔 院长这里 还有这个川贝母的好方子 叫做什么 川贝润肺止咳的麦门东贝母茶 哇 因为这个我们在今天主题 在谈到那个肺部的一个保养里面 那这个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都习惯用的一个这个药材 一个叫做贝母 但是贝母刚才我讲到有川贝跟浙贝 浙贝的话 它有所谓的善结化育的作用 尤其像我们肺部里面有一些 结结啊 组织啊 这些就是要用贝母 但是如果说我是气管不好的 常常咳嗽的 那这个就用川贝 就是用60gc的清水 我们把它煮15分钟之后 绿渣我们取那个糖 冷浮 就是说冰冰的浮 对 或者热热的浮 都是很好喝的 好吧 对 陈老师您的气壮壶洗干净了吗 好 其实我一直在偷懒 我都只是让它敷着 其实大家都可以这样做 就是利用敷的方式 你就可以不用自己刷的那么辛苦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刚才敷上去的厨房纸巾 它已经变成咖啡 是 就是油污 所以我们其实把它拿起来以后 其实很多油就已经都被起来 真的比较难刷的部分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用两个工具 其实都是拿我们不要用的 像免洗块 有时候买便当还是会附 然后第一个我给大家看 我把它投销的尖尖 用销钱笔机 这样看得到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有些那种很成年的 很难弄得起来的 你就可以把它轻轻的抠下来 然后用筷子的好处是它的硬度 不会太尖锐到把表面伤 因为有些人会拿粗的什么钢刷 什么其实有时候会伤到表面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把 不要的像毛巾或抹布绑在上面 它就一个清洁棒 像我们刚才因为有喷清洁剂 那你有时候擦的地方 比较不好擦得到的话 就可以利用这个清洁棒 一些边边角角 其实就比较深的地方就清得到了 让大家看这个棒子有多脏 我要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我那个气扎锅大概用了三到五次 我就不敢再用了 为什么 我就考虑到我怎么洗 因为如果说把它倒过来洗 又一喷喷 那个跑到那个风扇里面 它很快就坏了 不过今天老师这边有提供一些方法 封面魔法 像我们知识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刚开始 我们是直接倒过来 会建议大家可以 就是我们气扎锅放食物那边 放点水 先故意加热 让它热到有点热气跟蒸气 是 污垢比较软 到时候再倒过来会更好刷 好 清楚明白 那你好好读 我来讲一下 因为我很担心 他不小心读出了一个 叫做鬼碎麦这个麦 以前都没有听过 好 什么是鬼碎麦 陈朝宗院长现在正在做什么 他正在帮肃清姐开始把麦 我们的麦基本上我们在我们的 就是一个记录了 就是我们手上有六个点 跟我们的五脏六五相关联 那每一个点呢 可会呈现的十一种麦相 那代表十一种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打麦的时候 会在寸 官 尺 那这是他的右手 右手是代表 右边的肺 那当然还有这个 官的话就是皮 那再来就是命门 那这个就是他呈现的麦相 就是我们在五脏六五相对应的系统 而呈现的那种现象 但是实际上打麦是这样的 就是要定心凝神 专注力非常强的时候 才可以读到这个麦的麦相 好 那你好好读 我来讲一下 因为我很担心他不小心读出了一个 叫做鬼碎麦这个麦 以前都没有听过 看连续续都什么滑麦 闲麦什么麦哪有鬼碎麦 因为是乃哥先前在他节目上 他有分享说他女儿的状况 他说他女儿小时候呢 有一阵子突然间开始很严重的圆形凸 这个调法就治不好 当时真的花了很多钱去验血做检验 他说花了近百万 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就后来有一次有一个老师傅就说 哎呀你这女儿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 因为他看到他有什么 白眉道人在拔他的头发 他有说真的是有这件事情吗 被人笑闹这种事情 圆形凸那你坐 难道有那么多白眉道人吗 就后来没想到有一次真的找一个老中医 老中医一把就说 哎你这问题还真的不是我们医生能解决 因为他拔到一个叫做鬼睡脉 这个时候 乃哥心中一惊 之前说有白眉道人在拔头发 现在又说是鬼睡脉 好像真的不是找医生而已 于是乎就找了其他方法 哎真的呢头发就长回来 所以帮我看看我有没有鬼睡脉 我最近自从七月之后运气怪怪的 老中医请说 你的右手的肺脉 基本上是平的 平就是说我们平安的平 就是在一个中庸之道 那皮脉是一个旋脉 旋脉大概是肠胃脏期 或者有胃酸胃溃疡 你真的很准 再来是说命门脉 命门脉就是我们一个属于 我们先天遗传基因遗传 这个系统里面 基本上它也算是正常的 所以肠胃脏期 或者胃酸胃肠可能是你的问题 那什么是鬼睡脉 那现在谈到鬼睡脉 其实这个有点弦你知道吗 其实鬼睡就是鬼鬼睡睡 就是那个脉相的变化 该不是说每一个点 就是每一个卖点 它正常有11种 就是有所谓的红 滑 当然在另外一方面就是 色啦 这个戏啦 玄 这些这些卖的卖 但是鬼睡卖就是鬼鬼睡的 其实我们在中医里面 有一种叫做 结 带 处 这个什么 如果以我们那个西医来讲 主义心力不整 但是它会出现这些物 但是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打卖 这个卖像会出现周休一日 OK 周休二日 不定期休假 所以就鬼睡卖 这个就是鬼睡卖 那天王补心丹呢 当然就是顾名思义啦 就是补心啦 今天这个心呢 有包括两个 这个心我们 你今天开心吗 就是我们的精神神智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心脏的器官 那这个就是说 让我们 像刚才不是讲过吗 这个卖像 刚才不是比较悬的吗 对 那比较悬的就是 跟我们的一些精神画面 可能会有一点关联 第二个就是心脏的部分 它也有这些关联 有什么方式 那主要的内容是说 它有像 像这个叫做我们的单身 单身 还有像我们的当归 当归 还有像我们的玄身 玄身 这些还有我们的人身 人身 所以就是说 它是一个安神补血 定制的一个中药材 那可以让我们的心脏 心跳能够稳定 好 天王补心来 要延年益寿的话 一定要养心肺 王医师 为什么一定要养心肺 因为心肺 是决定我们一个人 活得好不好 跟活得长不长 最重要的决定因子 我们可以看这张手板 这个是研究发现的 这是非常新的研究 他发现到 当我们的心肺能力 不佳的时候 我们十年里面的死亡率 十个人里面 会超过两个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 这个心肺非常的优异 是班上的自由生 比如说前三名好了 那我们死亡率一点点 有没有 可以活得非常的长久 那这两者之间的差距 可以高达五到八倍这么多 哇 很大很大 这个可能跟戒烟 有一样的 这个健康的成效了 所以心肺有氧能力不好 走路容易喘容易累 它是一个警讯 代表我们可能死亡率 容易喘 都是一个警讯 对 很多患者跟我讲说 哇 现在就走不动 走一下就喘 就觉得很累 这个都是警讯 那可是很多人想说 我现在出去运动啊 外面又热又潮湿 又危险那怎么办 在家里其实可以 很简单的方法 我们在家里 就是我家里有摆一个 像这样的有氧登阶 那我们就有很多的运动可以做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这样踩上去 然后站下来 踩上去站下来 我们就换脚做 那这个就是很好的运动 我们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做 其实做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大家就全身大汗了 但是做这个有点点无聊 对不对 所以我发明了一些方法 比如说 我有一个到登阶跳的运动 那这个在家里做 竟然不吵 你看 因为我是往上跳 所以我跳上去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冲击力是低的 加油 竹大侠 好 那慢慢的做不用急 这样子 对 可以 这个在家里做 竟然不吵 你看 因为我是往上跳 所以我跳上去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冲击力是低的 那即使是年纪比较长的 我们用低一点的台积 也可以用来训练我们的这个爆发力 因为现在有研究发现说 不止激力很重要 我们老年欠缺力其实是爆发力 对 当我们爆发力不足的时候 我们会没有办法从椅子上这样站起来 所以这个瞬间出力的能力呢 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 那我还发明了几招 比如说像侧登阶啊 我们往侧向的移动 那这个动作呢 可以训练到我们屁股侧面的臀大肌跟臀中肌 那这个对很多这个屁股容易痠痛的 像中老年的这个女性啊 男性啊 这个都是不错的一个训练方式 好棒喔 那 再来喔 这个我们最后一个动作是高踢腿 那这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我们踩上去之后呢 我们膝盖往上 然后手可以稍微碰一下 然后再下来 那这个也一样是一个训练爆发力的动作 因为我们上来的时候 我们脚其实要很快速的往上 那这个一样是可以训练我们宽前侧的肌肉 当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办到东西 我们要跌倒的那一瞬间 其实靠的就是我们这个腿 抽上来的这个能力 它有一个防叠的效果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家里没有这个器材怎么办 家里可能会有楼梯吧 对不对 不管是楼梯间或者是家里楼中楼 我们都可以用楼梯 就轻易的做一样的这个这个运动 甚至楼梯它会有这个扶手吗 我们如果对自己的这个平衡感 没有那么有信心的朋友 也可以扶着这个扶手来上上下下 哦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就有工具了啊 是 来朱大侠有请 我要清点点名那个高梯腿 刚刚网音师做高梯腿你能做得到吗 网音师在示范一次 高梯腿 好我来示范一次哦 高梯腿 就是我们一脚踩上去 然后另外一脚瞬间的抬起来 用我们对对象的手 这样碰一下自己的膝盖 加油朱大侠 好 慢慢的做不用急 这样子 对 然后另外一只脚伸上去 好很不错 很不错 那如果我们做习惯了 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个往上踢的脚 就快速一点 就是有这个爆发力 速度快一点的意思啦 对 对 不错动作非常流畅 做得非常好 谢谢 这样子平常我们就会被减少一些糖尿病 高血压 慢性病的风险呢 更重要我们可以活得又长又好 所以炎炎益寿养兴兴 刚刚这些动作 长辈也可以做吗 是 长辈博物数啊 会不会 对 所以我们刚才提的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有博物数或者是博物数